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擁有一門手藝足以安居樂業 鞋業創辦人陳先生 二十多歲在澳門學師造鞋 深暗製鞋工藝 是八十年代初創業 品牌有超過三十年經驗的造鞋團隊 目標為顧客提供高性價比的鞋餌 主打廠家直銷 經營各賭場、公司、團體及個人訂租鞋款 平均每個月銷售大約兩千雙鞋 堅持腳踏實地用心經營 希望打造我們本地品牌 工藝是歷史真的很久 起碼七幾年開始做牧師 全部都是手工 真正正是手工 現在肯定不是 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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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八十年代初 我們自己開始自己做 從第六代變成開廠 廠做一做一做 做到現在 三十年了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說 今期個案是由設計 製造和零售一條龍的店鋪 已經有一定的歷史 正是接軌到第二代經營 因為國家改革開放的關係 在八九十年代 經營製造加工業十分輕盛 而且也養活整整一兩代人 但隨著國內製造成本 和工資越來越高 這種經營模式也要轉變 由工廠在國內改為內銷 有些就回到澳門、香港或其他地方發展零售 現在正是交棒給第二代經營 其實第二代經營生意比第一代更難 因為第一代的成功模式 不能复制在第二代 隨著時間和市場的改變 第二代的經營也需要一些新的思維 例如由過往單純的接單製造到售賣 到現在的整個品牌規劃 和如何吸引客員 發展個性化的產品也要做好 也應該利用好未來大灣區的優勢 要當是改革開放2.0版本來發展 例如外面拿鞋批那些 多數是鞏頭的線條、粉飾那些 其實穿那些不是很重要 但我們現在反過來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師傅 每一雙鞋都會有一個人性化 一款很簡單 客人做什麼款 這也沒問題 這間的分店也有 加盟這間也有四間 都是自己的兒子都會做的 生產力中心說 今期個案在澳門經營三十多年 由本地開店到前往內地設廠 為外國品牌代工 再回來澳門擴大零售結務 發展自我品牌 見證澳門經濟的轉型 以及內地製造業的變化 同時也為本地老店 全盛帶來經驗和啟發 企業由設計生產到批發 零售都有參與 整個產業鏈的運作都十分熟悉 未來應該更多地著眼於品牌推廣 要做好這項工作 先要明確定位 正如個案所描述的 上班鞋、高跟鞋是鎮店之寶 所售賣的產品來說 主要是女裝鞋 所以目標客群應該是上班的女性 當中又以年輕的女性為主 上班鞋比休閒鞋的要求更高 既要舒適又要好看 因此建議在推廣時要突出兩大要點 第一,公司是製造舒適高跟鞋的專家 第二,公司可以提供度腳訂造的選擇 另外,建議在品牌視各方面做出一些改良 包括對標誌、標準誌、標準式等進行重新設計 令鞋能夠反映品牌的價值理念 以及更能夠傳遞品牌訊息 兒女跟著我多,小時候都送去廠 做這個,做這個,做這個 也不一樣,而且她現在做,做一下 覺得OK的話,她就喜歡做 都跟得不錯